前呢 我太挑了 太軸了 有一点不顺心思我都不见 但是现在我不挑了 只要顺心 顺眼就好 我性格耿直 如果没有缘分的话 我觉得我应该提前和大家说清楚 我个人喜欢戴眼镜的女孩 比较四分 比较有气质 身高在1米5到1米65之间就最好了 我比较喜欢说话慢的女孩 说话快的像提关枪似的刀刀刀的 我就不喜欢了 我个人比较喜欢束眼的女孩 化妆太妖艳的就往后笑一笑吧 我给她在东华买了一个全款楼 心思在市中心给她减少点负担 工资虽然不高 但是她工作挺稳定的 这是我婆婆 她特别希望早点帮她重孙 很着急 我就喜欢快点收到孙子去一会儿 我也退休了 我还打工 我希望能多挣点帮她 她爸在邻居上班 还是在职工人 希望她找一个 就是平常本分过日的就行 我们家要求不高 做的那个一家都挺和睦的 就挺好 来 十两号 华仙子 我挺喜欢就是化妆的 我感觉化妆是对别人的一种尊重 真的就是必须你女朋友就是素颜吗 洗完脸就出门吗 那倒不是 我觉得话不能说那么绝对吧 我指的是不希望她浓妆艳莫 就是我个人而言我挺受不了 就是找起来干别的不行 起来倒是这张脸能起来的 我个人而言不太心想这样的 欲把西湖比西紫 淡妆浓膜总相宜 什么样的场合画什么样的妆 这也是对别人的一种尊重 但是 看到 看到你呢 会研究坦克导弹 我感觉少年强则国强 导弹没有 还没有呢 火车 火坦克 在研究导弹这可行吗 少年强则国强 然后轰炸 轰炸那个善善的感觉 有一种奥特曼打小怪兽的那种感觉 熬吃鱼 狗吃肉 奥特曼打小怪兽 我就无情地被冤了 你看你说斯文 完了那个 你看我戴眼镜都斯文 你看我斯文吗 老铁我觉得你跟斯文这不合适 我就想说 长得丑 活得久 长得帅 跑得快 我要做一个丑八怪 鸡鸡又可爱 就做自己 你就是全场唯一一个素颜的 你还使炮给搂了 你说你 还一家子都姓张 你说你这事干的 麻烦了哥 你好 你好 我就觉得就是 他可能多了 就是在这个同龄年当中 他可能少了一些光彩 除了这个那个有趣的灵魂以外 没有其他的发光点 没有他没有能就是 就拿别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他没有能更多的一点能吸引到我 你觉得他这个爱好没有吸引到你 你也没有觉得这个爱好有多厉害 你有没有感觉一点样子 就是男女的这个性别 带来的兴趣差异真的很大 对对 在男人的眼里来看 好神奇啊 太厉害了 真的真的是好神奇啊 可是在女生的眼里 他会造坦克 造火车 他花了七千块钱 两月工资 是我太无趣了 有这个时间出去走走 游山玩水多好 你有没有感觉这种差异 那时候我记得上班工作是怎么了 然后下班之后 只有两个半小时可以去做 然后回家之后呢 我要想第二天那两个半小时要做什么 然后反复复复用了一年的时间造水 那火车 用了一年的时间把火车做 一天只能工作两个小时左右 因为我要上班我不能做别的 我只有工作下班以后才可以去 但我觉得整个这一年的过程当中你是快乐的 我觉得就是那种快乐可能说不出来 就无法跟别人分享的那种快乐 打心眼里 打心眼里喜欢那种东西 做出来就老有成功感了 年轻人动手 永远是我们这个社会前进最大的动力 因为人类从动脑到动手 我们开始付诸实践 我们有了飞机 有了蒸汽机 因为我们中国人不停地在动脑动手 我们有了现在的动车 我们有了自己的大飞机 我们的卫星也上天了 所以我说小伙子 如果用老人的话来说 你就是一个爱股东性的人 接下来再股东的话 王哥给你个建议 找一个跟你愿意一起股东的姑娘 这样的对象陪你一起 既股东出东西了 又股东出感情了 好的 好的 来 缘分天使送给你 好 谢谢燕子姐 掌声送给可欣 加油 很棒 拜拜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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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